2,3 注意,这个地方不要用你的手掌扒着你的身体 这样看起来会非常的没有感觉 你要用手指尖 你的手从这地方往前上来 准备扒你肩膀的时候 你要感觉用你的这个 这是什么指头来着? 中指 中指点住 点住你的左肩 然后轻轻的扒过去 然后翻手腕的时候 注意看翻手腕这个动作不要那么僵硬 不要这么僵硬 要快速的打出去 然后你要感觉你的这个是大臂带动小臂 然后手指尖去延伸往前 OK 手指尖啊 过来之后手指尖点住你的左肩 然后画一个一字 到你的右肩的时候 你的手腕翻转 注意看我的手 小手臂先是到我的耳朵根这个位置 不要直接往旁了 要先翻到我的耳朵根这个位置 再往前打 整个过程不要有停顿 一定要延续 明白? 你们要做的话 做这个造型的话 最好看它的造型不是定点 对吧? 是延伸 所以说你们在做的时候 不要打打两下 要一直从这边延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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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OK 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往前的这个动作 看我的脚 看我的脚 我从四倍给你们看吧 这边 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上部会有一个小小的小心机 用我们语言的话说小心机 为什么呢? 我们正常上部是这样的 2 3 4 1 对不对? 但这样的话 你会感觉没有太多的那种冲击 视觉冲击感 你看例如说 你们在那个方向 别忘了做呢 看一下 在那个方向 如果说我只是做一个打开 你会 你会不会感觉非常的平 不是那个平 是那个感觉 没有任何的色彩的感觉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这时候 我的前脚 往前轻轻地迈一大步 然后后脚跟上去 会不会感觉有一个冲击感 4 1 明白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后退 上重心 完了之后 你的前腿 不要直接就落在地上了 我们有一个前腿 往前做一个大步的推动 把后腿推动它 然后后腿马上跟住 沿住 步 OK 看我 他这个动作原先基本是一步 但是这里的话 我设计了一个两步的点地 1 2 OK 1 2 1 2 然后再去延伸 1 1 2 延伸 甚至膝盖 再转伸 嗯 这个小灵芝是谁呀? 老师太可爱了 像个布娃娃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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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